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芈月一招手 第十七回 生孩子和腊肉 我们还在讲秦桧文王 今天的电视剧里 芈月生小孩了 是吧 在芈月生小孩的这一年 史记中记录了一件事 就是这一年 周天子在年底的时候 给秦王送来一块腊肉 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这说明秦王在这一年称王了 咱们说过这个秦桧文王 秦桧文王的老爸是秦孝公 是公爵 所以秦桧文王接班的时候 也是公爵 应该说秦桧文王 现在我们在这以前 应该称他为秦宫寺 后来大概在他执政的中期称王了 对外才称为秦王寺 秦王的时间表 其实始终也对不上 因为各种史书中说的 人和事都对不上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这一段时间内 战国的时间发生了错乱 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 各国都变更了纪元 因为秦王 所以时间一下子就失去了连续性 我们大体上其实只能知道 秦王生秦国称王这一年 芈月的大儿子出生 到底称王是是个什么意思呢 王这个称呼啊 在战国是一种不规范的叫法 什么叫王 义国的领袖叫王 在战国的时候 没有王这个职称 也没有王这个官职 更没有这个爵位 周朝最大的是天子 天子以下是诸侯 诸侯分为五等 公侯博子男 男爵就不能世袭了 实际上按咱们现在的说法呢 周天子是皇帝 诸侯是国王 这种体制现在还有样板 欧洲现在就是这样 你看英国是国王 是吧 西班牙荷兰瑞典 这些欧洲国家多数都有国王 大革命时期的拿破仑呢 是皇帝 一战时候的德国呢 也是皇帝 这国王和皇帝到底有什么区别 英国是国王 谁是英国眼中的皇帝呢 罗马教皇 国王和皇帝是不同的 国王是皇帝封的 战国时候的诸侯国 我们说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 其实都是国王 他们有皇帝 这个皇帝就是周天子 但是一开始 这些国王并不是称王的 而是称爵位 你是公爵 你看历史书 他就叫某公 你是伯爵 他就称为某伯 一开始没有王 这么一个称呼 第一个称王的是楚国 楚国历史上受到北方贵族的歧视 你想北方这些诸侯 咱们知道动不动就是公爵 侯爵 是吧 最次的那也得混个伯爵 可楚国那么大 楚国只是一个子爵 公侯伯子 他是第四的 实际上在中原贵族眼中 看不起楚国 认为他们是南蛮 是野蛮人 和你在电视剧里看到的 楚国是文化大帮不同 楚国在当时 在战国 在中原人的眼中 他们是不入流 不是说他们的文化不好 是不合潮流 不时髦 另类 楚国在公元前八百多年的时候 就脱离中央 不接受天子的封诀了 而是称王 要成为独立的国家 但是这种称王 有一点私下行为的意思 楚国还是定期的去朝见周天子 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这算自治区 但我承认您的领导 你现在理解王爵的微妙了吧 他很含糊 他不是一个规范的说法 但就是因为不规范 所以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 反而后来就这么着了 整个西州的后期 春秋战国 楚国一直就是称王 历代楚王不是王爵 是称王 他们独立于周天子的风爵之外 但是从不脱离周天子的国家 周天子最后没能力征服楚国 就由着他去了 中原国家称王 第一次是徐州护王 是吧 中原国家这个这个称王和楚国称王 还是不同的 徐州护王 就是齐王和魏王 两个人护王 什么叫护王呢 实际上就是私下称王 是吧 咱们两个国家互相称王 我承认你 你承认我 但我们和其他国家交往 和周天子交往的时候 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其实这是一件很蹊跷的事情 魏国呀 当时找了几个小国 一起呢 要要尊齐王为王 实际上这件事呢 发生在齐国和魏国 刚刚打完仗的时候 这就是历史上的那个 唯卫旧赵之战 齐国是先胜后败 魏国虽然最终算是打胜 但损兵折将 也无力再战 咱们就说 这魏国这个时候就没安好心 是吧 他劝齐国称王 是要齐国犯错误 魏国在鼓动齐国犯上作乱 齐王应该是看出这个魏国的坏心了 但齐王呢 真的就很想当这个王 齐国一直以来 也受到周天子的鄙视 原因就是 这个现在这个齐王啊 他的齐王位子是他祖爷串位得来的 田家原来是齐国的贵族 后来壮大了 就把主人赶走了 自己做了齐王 因为他们做的这事不地道 不厚的 所以周天子很长一段的时间呢 不可不肯封这个齐国的新国军的爵位 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了 才封他们为子爵 原来齐国是公爵 现在是子爵 这就是羞辱 现在齐王的意思 你们篡位的人 只能去给人家齐国的祖先当重孙子 所以齐国始终就无法融入中原贵族 他总是别别妞妞的和谁都不亲 得谁算计谁 齐国为什么最后不成事呢 就机关算尽 太聪明 以至于没朋友 我们北京人管这种人叫鸡贼 齐国啊 齐国啊 是个大鸡贼 这一回 所以魏国提出要齐王称王 齐王是很想出口恶气 露那么一回脸 所以就答应 但齐王提出一个要求 不是魏国你建议我当王吗 这样吧 咱们俩呀都当王 咱们互互 什么叫互互互互互互 实际上咱们说简单了 就是结盟 齐国巧妙的把这个事情的性质给转变了 原来魏国是要齐国去挑战周天子的权威 现在变成和周天子的权威无关 是吧 就是齐国和魏国 咱们俩私下里签了协议 咱们就算 咱们现在说 咱们就北约了 实际上齐国和魏国通过护王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一个军事同盟 周天子什么态度呢 周天子在这年年底给齐国送去了腊肉 送腊肉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意思 送腊肉啊 是一个古代的典故 就每年年底呢 天子要祭祀祖先 在周文王周武王的牌位下面要摆腊肉 这叫做做肉 是吧 春秋霸主齐桓公尊王攘仪 赢得过周天子的信任 所以有一回呢 周天子在年底的时候就给齐桓公送去了腊肉 我理解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你有资格也祭祀一下周公 就是咱们周朝的祖先 你干的不错 应该啊 你就年底你和江太公去聊聊 反正这是一种认可的意思 周天子是糊涂 他现在送给齐国这个腊肉送的太糟糕了 在这以后跟着又有五个国家相互称王 好周天子现在快关快成光杆司令 除了少数几个国家 大家都加入北约了 芈月生小孩这一年 周天子给秦国送去了腊肉 这意思其实就是表示对秦王的某个举动的政客 什么举动呢 应该就是秦王称王 其实这一年还有一件全世界震惊的大事 什么事呢 应该也是在这一年赵武凌王继位 当时的秦王应该 现在这个秦王应该正忙着去给赵王调校 哪个赵王就是和和秦王抢米书的那个 五个国家这个时候 包括秦国楚国 为了表示对赵武凌王父亲的无限尊敬 准备每个国家出兵两万联合起来 去赵国调校 这孙子可死了 咱们得去跟他的儿子说的说的 这就和连坡传 我们讲的连坡传连起来 对吧 这几件事是在同一年发生 真的是不爱给这个芈月传挑错了 但有些事情真的是太让人烦 你说古代文字 荡和汤是只差一个草子铜吗 你凭什么说荡而就是暗示着说这是生汤呢 再者其实你看片子里 是吧 后宫全说普通话 其实我跟你说 当时各地有各地的方言 尤其是楚国 他们的发音和中原完全不同 说秦王给小孩起个名字叫季 是吧 因此就认为这和激发邪言 我们现在汉语的普通话 他们是邪言 方言就不是了 古时候更不是 我的天 一个商汤 一个周五 秦王我估计这是穿越回去的 得了 不早了 洗洗睡 明天一早 我还得讲张良传呢 明天一早 那边 我还得理性 速度 我可以 关注 小孩 词